駕訓班教練車進行道路訓練 但疑似車速太慢 導致後方駕駛不耐煩 先是不斷閃大燈 接著竟然加速往前逼車 最後雙方下車理論 後方駕駛怒氣沖沖 還跑回車上拿出甩棍 幸好對方同車的女性朋友出面勸阻 他才作罷離開 車輛停止下來之後 對方有拿警棍下來回歇我們這樣子 他說我是一宵 你不知道一宵流氓 這名男子事後還打電話到駕訓班說 我現在要過去 教練心聲恐懼只好報警處理 真的沒想到九號指示帶學員 在台中太原路三段進行道路訓練 照車位練習路邊停車 新手上路車速叫慢 就被後方駕車駕駛找查 還拿出甩棍亂灰 做事要打人 裝設的擴音器 以及下車拿甩棍的方式 對教練車內的教練級學員 有咆哮的行為 用甩棍的部分 可依設違法來做行政的採除 駕駛車甩棍還大聲叫罵 車一恐嚇罪設違法處理 他聲稱自己是異銷 異銷都是流氓 台中消防局則表示 他沒有在異銷的名單內 這部分警方會再通知他導案釐清 但因為前方車速太慢 下車咆哮理論 如果因此吃上勞飯 那真的得不償失 記得聯兵謝雲貞 SNG小組台中採訪不到 黑川 暫不償ял 收睬 黑川 黑川